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小柴胡汤或者温胆汤来治疗冠心病心脚痛心率失常的报道很多很多 以小柴胡汤温胆汤治疗失眠也很有疗效 而胆病呢 从心论治以瓜楼 血白半下汤治疗慢性胆囊炎也有一定的效果 目前以心胆同治治疗心脏病或者胆病的去疗效 比单纯的治胆或者是治心要高效的多的多 当然了 我这底下给大家写了一个就是小柴胡汤它的这个基础的药方 并且就是说大家如果就是在这个各大搜索引擎上 你去输入这个小柴胡汤你去搜索的时候 那个剂量远远比我写这个剂量要小 这是为什么呢 不想评论 总之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方 然后咱再用小柴胡汤来治疗 就是这个冠心病啊 心脚痛啊 或者是说失眠啊 这些病的时候 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变化得来的 刚才咱说 当然了就是像这个温胆汤啊 包括直接就说这个瓜楼 血白半下汤 这个的话咱就啊 不给大家写啊 这个比较标准的药方了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然后咱来交流这件事情 下边咱讲就是针灸方面的 就针刺风势穴来治失眠 心脏病 胆囊炎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那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风势穴它在哪里呢 它在咱大腿外侧的外正中线上 也就是 那个 我拿个模型大家看一下 这不是这个人 他大腿外侧 就是胆经的这条线上 正中央的位置 其实上 其实上不对啊 因为咱书上讲的是 这个人呢 他站到这以后 他这个手指自然下垂 中指尖下 这个地方是 风势穴 当然了 就在这附近呢 就是说有比较敏感的地方 然后那个点就是 并且呢 咱来针 心经的神门穴 神门穴当然了 在手腕上 大概就在 就这条 这条线上 然后它来治胆虚心切 也有特效 那 咱刚才说的是 传统经穴 其中我给大家 举了两个例子 那 像直接就说 董事齐穴里边 眼黄穴 当然了眼黄穴 现在改名字了 叫太阳穴 当然了 这个太阳穴 不是咱传统经络上 说 直接就是咱眼 眼角朝外 做一条红线 然后的话 就是这个凹陷的 这个地方 是太阳穴 这个 咱说这个太阳穴 不是那个太阳穴 咱说这个太阳穴 是在小指的长侧 第一节和第二节的 最中央的这个点上 当然了 这个的话 就是咱可以真次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 如果这看到了 明显的青筋 也可以点次放血 来治疗 这个心经上 就是 它这个穴位呢 在心经上 然后它来治疗眼黄 这些都是 心与胆通 它们的一个 标准的智力 当然了 真正像这种 我只是给大家 起个头 然后 其他真正就是说 比较丰满 比较 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私信我 当然不是说 我不愿意在这 跟大家讲 比较重要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也很重要 只不过这更偏向于概念 然后的话 真正就说 临床上咱用到的那些东西呢 咱私下再来交流 好 咱今天就讲到这 拜拜